女孩们给男孩准备的情人节礼物 女生们都准备好了巧克力跟心仪的男生 从包装上都能看得出他们很用心的制作 希望男生们受到会感到开心 人似乎还生起这些应用的事 但巧克力依然还是给他 男生们受到巧克力后的心情 善意很感动 因为第一次有女孩子送给他巧克力 坦直郎静静的感受向男傅对他的爱意 一只猪已经在吃了 而应用拿了一粒出来 但是这里巧克力有很可疑的颜色在 吃了不会有事吧 故事来到情人节前 人的巧克力制作方法和其他人不同 他算不算是分子料理还是化学料理 他的巧克力怪异颜色来自爱情灵药 他自己一差点种了这个爱情灵药 人做出来的药物是令一勇改变 不知道一勇吃了会有什么反应 任希望富刚先生能喜欢自己亲手做的特制巧克力 一勇认为难得人亲手做巧克力并送给自己 虽然颜色的确可疑 但应该不会有事的吧 于是一勇准备将有爱情灵药的巧克力放进嘴里 人在门后偷偷看一勇 并催促快些吃吧 米豆子第一次做巧克力 于是上网看教学 材料准备好 然后第一步就做错了 他把低筋面粉和砂糖调转了 米豆子只顾着看网上的教学视频 不知道砂糖的袋子破了 所有砂糖全都倒进了盘子里 米豆子把整包砂糖面团和其他材料混合后 用模子压好形状放进了烤箱 原本这个过程很简单 但是米豆子是第一次用烤箱 所以每隔30秒就打开烤箱看看 制作如此认真的米豆子 做出来的巧克力肯定很好吃的 善逸也太幸福了 接着是香奈呼他们制作巧克力的故事 香奈会知道香奈呼 现在只要想起害羞的事 就会产生一种碳香味 结果脑洞大开 自制了一个烟熏器 把巧克力和碳香味融合 与此同时 他们不断说着 令香奈呼感到害羞的话题 增加碳香味的产生 聊到食吃阶段 炭质郎吃了一块炭香巧克力 知道味道是自己和香奈呼害羞 产生出来的气味 追问如何制作 香奈呼害羞解释后 炭质郎开心的笑了起来 香奈呼有点生气 惊打了树下 善逸在旁边喊 好甜啊 不过善逸的动作也太有趣了 还有点高难度呢 忍突然大叫起来 引起了其他人的注意 来看看发生了什么事情 他们见到忍吓得坐在地上 然后望向前方 大家疑惑 为何一个和义勇很像的小男孩 坐在地上 忍于是说了 是药物的副作用 令义勇变成了小孩子 还有 看来这个小孩版义勇 好像连记忆也没有了 义勇一边发抖 一边疑问 这里是什么地方 义勇手上正抱着鲑鱼的抱枕 迷豆子看到 想和他一起玩 于是拿了人的手指枕头 然后找义勇 起初义勇很开心 有人要和他玩 但是当他看到 迷豆子手上的手指 害怕他打起哆嗦来 义勇对于手指有恐惧感 原因大概就是人造成的 整件事情发展 导致义勇变成这样子 特别害怕手指 一切源头都是人姐姐 人似乎知道 对义勇做了很多过分的事 义勇躲在人身后 害怕迷豆子手上的手指 原本的义勇就算遇到手指 也不会如此恐惧 但现在的义勇 在情感上很容易受影响 而迷豆子以为被义勇给讨厌了 所以不跟他玩 可怜的都哭了 看着狼于是掌前安抚他 迷豆子一跑向哥哥身边 寻求安慰 被摸摸头 迷豆子终于说话了 虽然说的断断续续 但迷豆子确实说了 呜呜呜 哥哥 义勇因为看到手指 令他的心灵创伤浮现了 可怜巴巴的对着人撒娇说 人姐姐 手指好可怕 我会做噩梦的 晚上可以一起睡吗 看我们的义勇师兄 一点也不悍呀 关键时候还是很聪明的 此时夏娜会听到全部 并支持人去喝他睡 然后说 你们的关系真好 今晚加油哦 怎么听着夏娜会 好像老司机呀 人急忙害羞的说 姐姐不要说一些 让别人误会的话 经过夏娜会的助攻 和易勇的要求 人终于答应 和易勇睡在一起了 人看着富刚易勇的 第一角度 就是这个画面 好可爱 正当人苦恼着 事情为什么会发展 到这个地步时 易勇已经自己先睡着了 人在想 为什么你能 这么快就睡着呢 事实证明 易勇还是那个汉货师兄 人本来想找他聊天 也做不到 那么自己也跟着睡吧 可是这样 怎么能睡得着呢 旁边的帅哥就在那里 小猪和粉丝们的 口水都流了一滴了 但是睡在同一张床上的人 非常紧张 不停的胡思乱想 又紧接自己 不可以出手 陷入一种矛盾中 这个时候 易勇师兄竟然抱上来了 冷清点 没事的 这只是单纯的睡觉 忍不动和自己的理性相识 结果整晚 人完全睡不着 精神疲倦 一直保持着同一个姿势 直到早上 相反易勇看起来睡得很好 应该是和任姐姐一起睡的关系 脸上充满着幸福的笑容 抱在人的左边 原来 易勇师兄睡觉 喜欢抱东西的这个习惯 是从小就有的呀 不知道变小的易勇 现在正在做着什么美梦呢 一只猪一向都难以树立头发 更何况是猪之猪模式 所以小葵决定帮他树立 但被一只猪给拒绝了 小葵可能知道如何应付一只猪 和他说交不行的话 就强行把一只猪变成猪之猪 令他失去反抗能力 然后再慢慢树立他的毛发 变成猪之猪之后 他的毛发的确很凌乱 小葵细心的搭理 猪之猪原本有染发的发围剪掉了 用来绑发的水晶球发饰也用不上 小葵在想 一只猪应该满意才对 但猪之猪无力的看着刚刚被卷去的毛发 然后哭了出来 耳朵也表示伤心的搭了下来 经过小葵的一番安慰后 猪之猪才能重新振作起来 小葵最后又绑猪之猪的发围染回了蓝色 午饭后猪之猪感到有点困睡着了 一只猪本身就贪吃 猪之猪也不例外 连做梦都想吃天赋罗呢 这个故事主要角色是一只猪 义勇和迷豆子 中午过后 探知狼和其他人负责今晚的晚餐 刚好想要的材料没有了 于是想拜托他们当跑腿 探知狼说 如果你们愿意帮忙的话 今晚会做你们最喜欢的食物 他们听了之后很兴奋 都表示我去买 义勇高兴的一边穿鞋一边哼着歌 迷豆子接过探知狼改装过的竹筒 猪之猪等得不耐烦 到处猪突猛进 人在后面偷偷看着义勇 他们的装备有背包 竹筒收藏袋 所有金钱都放在竹筒袋内 他们很乖巧 出门时会说我出门了 探知狼目送他们倒转角看不到时 和善意说 拜托善意帮忙照顾他们 表示我还没认可你 要好好表现哟 善意高兴的答应了 他们经过附近的一些街道 正前往商场 途中猪之猪看见一间餐店门前的广告牌 义勇很大的天赋罗 一向贪吃的义之猪 当然很兴奋地不停乱摸广告牌 迷豆子和义勇并没有理会猪之猪的行为 迷豆子从猪筒袋内拿出糖 想请义勇也吃一粒 义勇问是什么糖果 原来是迷豆子最喜欢的精品糖 看来迷豆子和义勇之前的误会 已经解开了 猪之猪发现自己就要被他们甩下了 赶紧迈着小短腿追了上去 他们穿过住宅区 需要走一段没有建筑物遮挡的路 而且今天的太阳很猛烈 迷豆子即使克服了太阳 得也接受不了这个热度呀 义勇也是一样 只有猪之猪还很精神 不断将他们走快点 迷豆子和义勇继续辛苦的路程 猪之猪想快些完成任务 不断的催促他们 幸好再转一个接口 就会见到目的地了 其实大家想知道 善意究竟在哪里吗 原来善意一直用一些人质隐藏技术 暗中观察他们 他戴上可疑人物的墨镜 主要防太阳 经过了炎热的太阳路程 终于到了有冷风凉气的室内 他们开心的举起双手欢呼 终于到达目的地超级市场了 这只是任务的第一步 接下来才是他们的考验 人之前因为和义勇一起睡觉 结果完全睡不着 早上的状态也不佳 只好莫总义勇外出买东西 现在总算小睡了一觉 恢复精神了 没有其他事情可做 只好看手机邪门 然后不自觉的开始担心起 外面义勇的状况 人玩着手机 在乡策里找到了一张 内腕和义勇的床照 这是义勇睡觉的样子 原来人当时还偷拍了义勇啊 还把这张照片上的义勇 加了猫虚猫耳 一边看一边吐槽 可恶的福冈先生 这么可爱的睡相真是犯规啊 脸红红的还很幸福的样子 人在玩手机的时候 可能太过集中注意力 向南慧在旁边看着也不知道 在向南慧眼中 看到的是正在恋爱中的少女 作为人的姐姐 绝对继续为她助攻 鼓励人去找她 另一边 为了提高义勇 找到放着鲑鱼的宝藏地方 把场地画成了整个学柜 全部都是鲑鱼 这样才能让义勇开心嘛 当然 蜜豆子和猪蜘蛛 也要找自己喜欢的食材 所以各自分头行动 探知狼写下的购物清单 早就被他们忘记了 这时有人张手叫蜜豆子 蜜豆子于是过去 然后那个超市职员 从背后拿出一袋金瓶糖 声称这袋金瓶糖 是超市的纪念品 蜜豆子很高兴 这么快就已经平躺了 不过那位职员很可疑啊 但蜜豆子并没有很在意 善意乔装成职员后 想送礼物给蜜豆子 其中蜜豆子还没有察觉到 这个职员是善意 但是他的声音露下了 还有头巾也抱不住的黄色拖把头 一看就很熟悉啊 蜜豆子可爱疑惑歪头杀 猜测是不是善意 当然本人极力否认 还好门红过关了 在超市内 除了义勇 蜜豆子 忠实主和善意 吴一郎也正好在这里上班 当然有一郎也在 吴一郎由于经常发呆的关系 不适合收银的工作 于是尽力吩咐他 负责帮忙解答顾客的问题 但是另一个麻烦来了 这是顾客的所有问题 吴一郎全都不懂啊 人群不知不觉的就聚集在一起 吴一郎继续站在超市某个地方发呆时 有个拿着一个大萝卜的男孩 走近自己 对吴一郎询问 有没有大干萝卜的存护 吴一郎看了这个男孩一会儿 觉得很眼熟 心想这个小孩很像某个人呀 义郎变小的时候 吴一郎当时并不在场 所以他不知道眼前的这个男孩 其实就是义郎 而向南乎小睡的时候 做了两个梦 第一个梦是回忆起了那一晚的枕头大战 当时向南乎用被子包围了贪质郎 然后和他聊天 他们谈起有关亲吻的害羞话题 不由自主微笑 但是有另一个噩梦惊醒了向南乎 被惊醒后 他四处张望寻找贪质郎 然后走到贪质郎身后 从后面抱住他 贪质郎当时正打开学柜找食材 还一边想着 不知道米豆子他们买东西顺不顺利 被突然抱住吃了一惊 回头看到是香南乎 连忙问他发生了什么事 香南乎一边哭一边说 可怕的梦好可怕 还说让贪质郎不要离开自己 贪质郎急忙安慰道 我不会离开你的 请冷静 贪质郎还一头雾水呢 小巴内和秘里两个人 此时正在约会 他们坐在一间餐厅吃茶点 一黑觉得甘露丝的贪质像很可爱 连白蛇折板也觉得他很可爱 一黑和他的小蛇 各个方面真的是神童不雅 于是一黑赶快拿手机 拍下了这个画面 一黑在右边 拍下了甘露丝正道糖浆的画面 对甘露丝来说 这个分量小菜一叠 多点几分一戳戳有余 看这个千层的大蛋糕 就非常的有事余 十恋情侣约会中 一个很休闲的茶点时间 坐着最后还把咖啡店背景画出来 配搭阴影位置太用心了 这个画面也太甜了 下面故事中 狼狼人出场了 他很快就来到超市外边附近 但是人没有进去 只是从远方到过超市的玻璃窗观察者 看到福刚先生好像很开心的样子 人身上戴的帽子和眼镜 声称会有隐藏身份的效果 感觉自己这样打扮 不会有人会认出来的 但是一黑和甘露丝刚好碰见胡迪忍 还一眼就看破了他的装扮 事情变得很尴尬 幸好人没有发现咖啡店内的他们 甘露丝突然想出双重跟踪 一黑心意外的觉得很有趣 并赞成了这个行动 猪蜘蛛在超市里四处奔跑 然后来到专门炸食物的熟食区 透过橱窗看到了他的挚爱 天妇罗 这次不是广告牌子了 是真货 猪蜘蛛的内心挣扎着 到底吃不吃 吃 忍耐一下 我全都要 猪蜘蛛之前还在挣扎着 到底吃不吃 结果他选择我全都要 把所有天妇罗都吃光了 但还没等他全部吃完 超市员工便来了 因为猪蜘蛛贪吃的关系 连累负责这区的员工被骂了 应用和迷豆子的购物时间到了尾声 各自展示装在购物栏里的东西 应用的篮子里有大量的萝卜和鲑鱼 树根大葱和其他调味料 迷豆子的篮子里有大量的金瓶糖 包装 瓶装和竹筒装全都有 还有料理酒 面粉 面包糠 大虾 都是买了各自喜欢吃的 而弹只狼交代的早就跑到脑后了 在应用和迷豆子展示自己的购物栏时 另一方面 猪蜘蛛正在逃跑着 因为他被职员发现 毛发上和手上拿着天妇罗 猪蜘蛛向应用方向奔跑着 应用他们正想付钱时 一只猪一个劲的猪蜂镜冲了过来 猪蜘蛛这个麻烦家伙都是被发现 然后要应用和迷豆子救谈 应用和迷豆子无奈 只好道歉 善逸看不过去出去帮助他们 职员一番生气的责备 把善逸当成了家长 要他管好自己的子女 迷豆子他们去结账 买的东西的分量足够是一个月了 当迷豆子打开钱包时 发现哥哥给自己的钱 不够付他们买的分量 现在才知道自己买的数量太多了 正当迷豆子烦恼时 善逸出现 帮助迷豆子付款 由于之前 善逸已经被发现是假扮的店铺之员 所以迷豆子已经知道他是善逸 他就换回了之前的装扮 善逸支付了迷豆子他们买的食材 迷豆子开心的多谢善逸 还说最喜欢善逸了 善逸激动的头发都炸了起来 准备混家时 先费没好大家需要拿的东西 虽然善逸有建议猪蜘蛛拿轻一点的物品 但猪蜘蛛以为被小看 都听说自己能拿动 善逸劝不了他 没有给他起入一个重的袋子 结果别说是拿起 顶在他头上不到一秒就被家趴下了 可怜的猪蜘也太高笑了吧 一友迷豆子和一只猪终于翻成了 拿着满满的战利品 他们在想今晚可以吃到自己喜欢的食物 即使袋子很重也阻止不了他们的步伐 迷豆子他们买完东西出来时 已经是黄昏了 他们应该在超市里花了不少时间 由于袋子太重 善逸也出手帮忙 一边走一边期待着今晚的晚餐 迷豆子吃鸡兵糖已经饱了 善逸也是因为迷豆子说的话已经飘飘然了 一行人都很开心 却没有发现对面的街道后巷 有一位可疑人物蝴蝶人 人游着他们在超市买东西 直到现在的黄昏时分 也只是远距离观察 完全没有进一步的行动 另一方面 人跟踪义勇的同时也在被人跟踪着 一黑和钢露斯在人的身后 距离相隔一个铁网 正在发现原来小人在跟踪迷豆子他们 还有那个小男孩是谁呢 一黑接话道 师傅刚嘛 为什么会变成小孩子 他们乐此不疲的玩着跟踪和被跟踪的游戏 防魔之时便是鬼怪出现的时候 正因为是黄昏的关系 到入夜就是妖怪出没的时间了 所以童魔出场了 话说童魔的彩色眼睛很帅气 黄昏逐渐过去 天色又金黄色转变到紫红色 不祥的颜色啊 由于还没有完全暗下来 童魔暂时不能完全自由活动 躲在阴暗处 用直伞挡一挡阳光 然后童魔对着前方的人说 晚上好各位 很久没见 有没有想念我 打着雨伞舔着舌头 甚至恐怖啊 童魔出现竟然不是去找忍 而是和迷豆子他们相遇 童魔透过无产记忆 知道他们是谁 善意认为这是最糟糕的相遇了 小子他一边哆嗦一边想 探指狼快来救我们啊 迷豆子和义勇两个 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和善意他们相遇 可以说只是个巧合而已 童魔本身并没有找他们的意思 因为无产嫌疾他的话太多了 所以把他赶了出来 还有他一个感觉到忍就在附近 这位边缘变态鬼 又不停的跟善意他们说了起来 巴拉巴拉巴拉 原本紧张的气氛都消失了 迷豆子问 这位叔叔是谁啊 善意说不用理会他 大家不用怕 他不能在阳光下活动的 这话也不知道是对迷豆子他们说 还是对自己说的 虽然这个童魔没有想伤害他们的意思 但善意还是想快喜离开这里 幸好现在还有阳光 他不能跟来 正想逃跑时 一有缺分 叔叔认识人姐姐吗 童魔回道 认识啊 我和小人的爱情故事你想听吗 这不是成了三角恋了吗 不知不觉太阳已经下班了 天黑了 善意心想这次糟糕了 本来童魔的出现已经令人很生气了 正想出去解决他时 他竟然和义勇谈其话来 还说了一堆幻想谎言 就是和自己的爱情故事 正想惹起了人的怒火 把灯柱都弄到变形了 如果可以的话 人想用这条灯柱捅童末 由于义勇和童魔讨论人的话题 导致天黑 童魔可以自由活动了 善意担心大家的安危 所以趁童魔继续自说自话时 抱起蜜豆子和义勇 将一蜘蛛放在自己头上 口中咬住袋子 然后爬腿狂奔逃离现场 由于善意的逃跑速度很快 蜜豆子感觉自己像在空中飞 义勇还疑惑为什么要跑 童蜘蛛在头上喊着 冲啊猪吐猛进 善意逃跑 连霹雳一闪都用出来了 童魔在后边喊 这么快就走了 我们还没聊够呢 善意能够维持这个状态下奔跑 真的很厉害 不知道人 阴黑和甘露斯 跟不跟得上他们的速度 善意他们距离到到民宿 还差两个街道 依然没有松懈 直续霹雳一闪 他觉得回到民宿就安全了 善意应该用霹雳一闪八连才对啊 整当快要回去时 善意察觉到有东西降落在眼前 看着这几块冰 想这是什么东西啊 是冰包吗 一往上看发生什么状况 结果吓了一跳 有个变态在空中飞啊 原来同摩已经追上来了 这个冰包就是他的血鬼术 故意阻拦他们的去路 同摩的连番胡闹 终于令人 这无可忍了 我受够了 你这个下灾了 可以去死了 于是他伸出手指头 两度同摩和自己的距离 然后再进一步行动 以黑和甘露斯在后面 帮人抬着蹬住 因为甘露斯偷偷跟踪 被人发现了 为了道歉 自愿帮助人 凡战人要做的事 就是想灭鬼 他们觉得没问题 鬼杀队中 力气应该是最小的两人 抬着蹬住 甘露斯在后方辅助 小巴内还吐槽 为什么我要抬蹬住 米里感到很不好意思 保险道 都是我连累了一黑先生 任何一黑调整的 蹬住的角度 毕竟要记住的目标 有点远 如果太靠近目标 会被发现 位置 方向 清晰度等等 都调整好了 接下来一步 就是要把这根蹬住 发射出去 这一步 当然就需要 甘露斯的帮忙了 甘露斯站在 蹬住的后方 正在调整呼吸 要全神关注 把蹬住打出去 看这姿势 难道是神奇的 龟派气功吗 那同模完蛋了 人的指示之下 甘露斯准备好了 这个姿势是传说中的 猜猜拳啊 不是龟派气功 甘露斯是什么时候 跟全职猎人里的 小姐学习的呀 聚集在右手的气场 清晰可见 这一拳非同小可 到底蹬住 承不承受得住 甘露斯的异击呢 以这个力度打下去 一定可以飞到 头目身处的位置 石头 甘露斯使出全力一击 打在灯柱的顶部 致命性的暴击 能否到的同模的位置 这摧摧拳威力 一点也不比小姐差 灯柱就像导弹一样 飞了出去 人没有想到 甘露斯认真一拳的威力 如此之大 其威力过大 都导致灯柱变形 肩分离断裂 连忍和伊黑 也受到了甘露斯的拳压 他们帽子 头发 眼镜一乱了 伊黑和忍的表情呆滞 一对小白手 还比较镇定一点吧 任他们合力 把灯柱打出去之前 通模依然在空中 不断向地上的 蜜豆子他们 抛下冰块 他借此为乐 究竟善意他们 做了什么 让通模如此的作剧 至于通模究竟 用什么原力 能在空中飞 已经放弃思考了 通模不断用扇子 制造冰块 周动善意一行人 善意也不甘示弱 从购物袋中 拿出了好几条大葱 当日轮刀 格挡通模的冰块 由于善意要保护好 蜜豆子 一边用自己的身体阻挡 一边用另一只手 阻止冰块袭击蜜豆子 阻止住和异勇 也奋起抵抗 在善意一行 继续甩葱的时候 听剧灵敏的善意 突然听到 远处传来的抬观音乐 这时候音乐给他一种 会有什么事情发生的感觉 音乐响起 代表有人要准备 被抬走了 吴一郎下班后 起着单车回家去 原本想一边听音乐 一边起车 但是吴一郎的耳机插头 没插在手机上 他没有察觉到有问题 就这样 往善意的方向前进 吴一郎表示 想快喜见到探知狼 于是走了捷径 但吴一中碰上了善意他们 那首音乐的音量 大倒在空中的 童模也听到了 童模竟然觉得 那首音乐很好听 但他应该想不到 这首音乐意味着 有人要被送走了 现在音乐有了 抬观手准备好了 灯柱也准备好了 童模听着吴一郎带来的音乐 情不自禁的宰割灾物 还想继续抛兵给他们 而这个时候 童模身后的远处 有一股不寻常的灵血在聚集 那个光球慢慢累积到 能照亮一条街道的力量 原来那个地方 真是人 衣黑和甘露斯的所在地 甘露斯这个时刻 正在未出参战而处立中 相信他打下灯柱的那一刻 就是音乐的最高潮了 甘露斯全力打出的灯柱 已经变形了 像导弹一样 冲着童模就来了 童模感觉后背发凉 不好 但是为时已晚 被直接命中 爆炸声响彻千计 可怜的童模就这样被干掉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善意他们在热子购物之旅中 发生了很多事情 原本可以向黄昏准分回来 不过中途图目乱入 幸好和众人之力抬走了他 但是回来的时候 已经是11点了 已经超过了晚饭的时间 坦志郎又生气又担心他们 批评善意回来的太晚 而善意抱怨 为什么就只骂我呀 就这样 坦志郎和善意争吵不断 迷豆子买下来的食材 准备留到明晚吃 坦志郎送给香达户的玩偶 现在他每晚都抱着入睡 噩梦也没有再发生了 不过我觉得 香达户抱住真正的坦志郎 效果会更好哟 但是会开心的睡不着就是了 迷你玩偶不止香达户有 坦志郎自己也有一个香达户般的 不过有点害羞不想拿出来 只有在睡觉时才抱着入睡 有一种心理上的满足 不过还是拿一句 不如两位抱在一起睡吧 迷豆子他们买食材后的第二天晚上 坦志郎继续晚餐的工作 不知道坦志郎包了什么糖 然后坦志郎把汤倒在碗内 给香达户尝尝 因为是包了义用喜欢的汤 所以失味是很重要的 找了香达户帮忙 两个人的行为 越来越像夫妻之间做的事 坦志郎应该察觉不到的 看来作者是想让他们两个 快点结婚啊 坦香味的烟雾 比汤的水蒸汽还多 坦志郎给香达户尸位后 无意中自己也试了事 使香达户吓了一跳 而坦志郎回国神来才发现 自己做了不得了的事 两个人用了同一个碗喝汤 还是在同一个位置 这不是等于间接接碗了吗 不愧是撩住坦志郎 不会放过任何一个机会啊 害羞的一对小情侣都不好意思了 令整间厨房乍现闪光 其他的情侣看到后 会觉得自己也要努力才行啊 让坦志郎一个人 煮这么多人的分量 始终有点吃力 所以小葵也来帮忙 否则炸东西方面的工作 小葵一边炸着一边哼着歌 一些已经炸好的天府罗 放在了后面的桌子上 同时猪之助趁机偷偷的溜了进来 趁着小葵转身炸东西时 偷了几块食物 就开始大吃了起来 一开始小葵还没有发现 他吃的津津又味 猪之助越是越忍耐不住 决定在晚餐前先偷吃 所有手都各自拿着天府罗 结果是怎样 相信大家已经猜到了 距离晚餐真的很近了 猪之助还是忍不住偷吃 就算现在的身体很小 但也逃不过小葵的直觉 正当猪之助偷偷开心的享用天府罗时 小葵已经站在了他的面前 然后小葵说了一句 看来今晚的菜可以再加一点 红烧野猪头啊 下子猪之助赶紧逃往离开 晚餐还未做好之前 英勇拿着大葱想了想 然后好像想到什么事情一样 竟然说出自己会水之呼吸 趁自己还没忘记前 连忙走向任姐姐急于向他表演 不知道时就想起了哪一招 小姨勇表情多多 人好像也接受了自己的姐姐身份 小姨勇只要有开心事 都想找任姐姐说话 任姐姐 我想起来怎样使出水之呼吸 任表示疑惑 为什么要拿着葱啊 英勇说 英勇想要表演给任姐姐看 任姐姐同意了让她表演 终于 英勇使出了自己自创出来的水之呼吸 原本英勇应该是说风 但是在日文的发音中 风和大葱的读音相近 结果英勇说错了 谁说了第十一行的变化版 葱 原本的水面只会产生涟漪 但现在是水面上长出了很多大葱出来 它们的注现就算是回应英勇的呼唤 这个现状一定会吓到任姐姐的 真好路过的吴依郎见到这么多葱 于是捡起来 吴依郎拿起葱后就是一顿帅 一直住人性的时候四处冲撞 猪突猛进 变成了猪之猪的时候 就是贪吃和四处逃跑 他又偷吃 加上偷走卸脚听妇罗 这样子要是被小魁捉到 可能要惩罚他一个月没有听妇罗吃 只能看着大家吃 英勇看着桌子上他的挚爱食物 萝卜鲑鱼 口水都要流出来了 看来他只能够厨艺 已经得到了小师兄的认可 吃完了的猪之猪又跑到厨房来 趁着小魁要吃听妇罗 小魁拒绝 不能让猪之猪再偷吃了 不然就要被他一个人给吃光了 猪之猪不死心 一个架子要去抢 小魁只有左右两边躲闪 这个画面就好像一对小情侣 在厨房里打情骂俏一样 猪之猪的连番飞铺意外吻了小魁 变身回了一只猪 这时小魁真的生气了 他迅速施展裸脚 勾住了一只猪的脖子 累得一只猪一脸辛苦的冒冷汗 不会是真的要做红烧野猪头吧 一只猪的连番胡闹 都让温柔得小魁冻粗了 希望经过这次教训 一只猪可以对小魁好一点 强度和真姑今天晚上也有来参加晚餐 强度还是很温柔的样子 还亲手喂了真姑 看着真姑脸红红一副满足的样子 看来很幸福 看着狼的厨艺也被认可了吧 这一堆真甜啊 小猪看了好羡慕 小魁不知道从哪里拿来的铁链 绑住了一只猪 还坐在他的旁边 津津有味的吃着猪猪最爱的天妇罗 一只猪只能在一旁看着 他一脸崩溃的流着眼泪 直勾勾的盯着小魁筷子里的天妇罗 张到了嘴巴却吃不到 此刻心里估计十分痛苦 这应该是小魁教训一只猪 这次偷诗和偷吻的事 可怜的猪猪 希望你要长点记性啊 另一边 一泳正在享受萝卜鲑鱼的味道时 人在他旁边照顾他 别说别拿出手绢 把一泳嘴边的食物自抹去 现在蝴蝶人面对一泳时 就慈母心爆棚啊 处处温柔又好脾气 还细心照顾一泳 原来任姐姐还有这样的一面 要是一泳变回来时 这些记忆还在 他一定会非常害羞 要是能娶到任姐姐 一泳师兄以后的生活 也太幸福了吧 而蜜豆子和善意那边 蜜豆子将汤慢慢递给善意 本来一个很正常的行为 但在善意的眼中就不同了 他激动的脸红红的 感觉现在的自己好幸福啊 都流出了眼泪 而旁边的蜜豆子一脸懵懵的 探志郎负责分配汤 最后分配到坐在旁边的香奈呼 还细心的告诉他汤很热 小心烫手 还给他吹吹凉 探志郎尝试要用平常心去对话 香奈呼原本也应该这样做 但是他的心不由自主的跳得很快 做不到冷静的他 脸开始红了 炭香味的热气也冒出来了 一黑重复着之前做过了很多次的动作 每次吃饭时 他总会看着甘露斯吃 自己不吃 甘露斯面前一大碗拉面 上面还加了一块肉 开心的说着真好吃 一黑温柔的看着他 被绷带沉重的脸也能看出变红了 小车折完 站在看着台面上的鸠太郎流口水 鸠太郎吓得眼泪都流出来了 吴一郎没有吃东西 还在甩着大丛 一手拿了一根表演着二刀流 没想到有一郎竟然陪着弟弟一起玩这个游戏 兄弟俩像照镜子一样 结果二刀流石头兄弟诞生了 香奈慧 石咪和玄迷坐在一起 讨论了很多话题 之后香奈慧又忍不住想捉弄一下石咪 只见石咪又脸红了 但到底是因为被香奈慧捉弄而变红 还是因为喝醉了而变红呢 小猪猜是前者 全场最华丽的男人雨随天缘 还是那么的华丽 左用右抱不说 后面还贴着一个 只是吃饭的时间 天员大人一抱着说喝 还离得那么近 你想要干什么呀 哎呀真让人害羞啊 餐桌上的各位情侣 都各有自己的放闪方法 这顿饭真的是非常光亮呢 都快闪下小猪这个单身猪了 不知道下次这么多人聚聚在一起 又会是什么时候了 在他们吃完晚饭之后的时间 石咪用一种发现新奇事物的眼神看 大家猜猜石咪看到了谁 应用变成小孩这件事 其实石咪不知道 因为他当时刚好不在那里 石咪对于义勇变成这样 有种复杂的感觉 平时吵架多过谈话 水火不容 知情他说 文文钱我就想问了 有没有人可以解释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明明原本是边缘的化身 讨厌的面孔 欠揍的性格 可现在竟然是正太 你吃了什么鬼东西啊 福冈以为有这么可爱吗 感到非常困扰的石咪 找向南慧商讨 石咪说 你应该知道怎样把它变回原来的样子吧 就像那只野猪一样 亲吻就可以变回来 这个时候 人有种不好的预感 想逃跑 但是还没等他逃走 向南慧和石咪就已经得出了结论 那就是真爱的吻 一开始向南慧觉得人不会把解除方式设置成文 但看到他反应就确信了 时间不等人 向南慧知道人的秘密后 迫不及待推人去运用的身边 看来很期待妹妹和运用两个接吻啊 作为姐姐 为了妹妹的幸福 还真是操碎了心啊 还没来得及反应的人 就这样被退去了修饰地狱 向南慧作为人的姐姐 轻易就看出了人的秘密 当然想在旁只观察 而不干涉她 但她笨拙的行动实在让人看不过眼 所以决定推她一把 虽然觉得这样做人会好可怜 但又是真的需要些推动力才能往前进 看来向南慧在蝴蝶屋里 经常给他们爱情培训啊 小义勇还一脸的疑惑 人姐姐和向南慧姐姐 这是要做什么呀 向南慧推着勇到义勇身边后 就退到房间的一角 这里几乎所有人都在 直到接下来会有有趣的事发生 大家都高举着手机 变身成摄影师 都想捕捉着历史性的一刻 但他们没有想过 这样会给人多大的压力吗 人的秘密被发现后 发展到这个局面 想逃跑也没有可能了 于是放弃了挣扎 拿出当时自己亲手做的 情人节巧克力盒子 门义勇 富刚先生还记不记得 这个盒子的事 义勇把什么都忘记了 还问这个盒子 是用来做什么的 人活着脸从盒子里 拿出了一粒巧克力 心想后面的视线 也太热烈了吧 真不想在大家面前这样做 被这么多人围观 看来人姐姐已是压力善大呀 而他手中的应该就是解药了 人尝试用意有能明白的方式 解说巧克力的作用 还向他道歉 因为情人节送给他的巧克力 有异常的副作用 使他变成了现在小孩的样子 幸好盒子里有解药 不过这个巧克力有机关 要把两边往逆时针旋转 再往前推就可以了 话还没说完 后面还有但是 但是还有一个特殊的要求 就是要两个人 合力用嘴巴咬住巧克力才行 人终于把话说出来了 还是当着大家的面说的 这种惩罚真的是太过了 他的脸红到了极致 好像要滴出血来了 人在想 英勇听到这番话 多少也会难闻情吧 但英勇不但没有这种反应 只是想了想 虽然不太明白 但是觉得似乎很有趣啊 纯真真可怕 人在内心强烈的向英勇吐槽 英勇天真无邪 照着人的方法去做 主动的把巧克力的一边咬在嘴里 弄蝴蝶忍 是这样吗 想必此刻的小英勇 是把这个当成了一个好玩的游戏吧 完全不明白此刻忍心烈的七上八下 脸红的忍心里想 这一刻终于要来了吗 在众目睽睽之下 人鼓起勇气进行了这一步 巧克力和嘴唇就在眼前 和他与其想象的计划有些出入 但最终还是走到了这一步啊 人的羞耻度到达了临界点 心里想着 拜托英勇不要一直看着他 英勇有最初的好奇有趣 到现在有点痴心 眼前的人姐姐把脸慢慢靠近 眼睛一直盯住人 人被这样看着 再介绍现在正在做的事 感到羞耻度暴飙啊 作者也想不到 自己会花这么多心思画这里 这场吻戏还会继续哦 我们接着看 过于害羞的人 闭上眼睛咬住巧克力 慢慢和英勇逆时针旋转 解药加入了最后要素 双方嘴唇的温度 调配完成后 就是最后的步骤 人和英勇咬住的巧克力 已经顺利旋转到正面 但这个过程却维持了一分钟了 向南辉的手机 现在是直播这个画面 不过只是摄影现场不太够 更化身成为了新闻报道员 讲述现场情况 人就是这样被分心了 只剩在台面的手滑了 然后 人不小心吻上了英勇 人身后一堆看戏的人 以及在他们手机的铅上之下 英勇和人终于接吻了 这段时间 周围的声音都消失了 看戏的人们也没有反应过来 虽然这个画面应该很快就没有了 但是时间就仿佛停止了一样 小英勇也呆滞了 突然也不知道是谁手滑 两个人失去了平衡 一下子扑到了地上 大家虽然看不到英勇变回的瞬间 但他们目击到了更震撼的画面啊 在场看戏的各位 都拿着手机疯狂拍摄日历时性的一幕 而躺下的英勇 在别人看不到的地方 也因为药物生效 已经恢复成了原来的样子 刚醒来的英勇 还有些不明状况 沉默了数秒 也不知是在想什么 然后开了口 问这是什么状况 他已经发现了 趴在自己身上的蝴蝶人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他抬起手想抱又不敢抱的样子 问人 蝴蝶 你要趴在我身上到什么时候啊 或许是因为刚刚发生的事 现在人根本不想起来 于是说 再等一会儿 英勇对于人趴在自己身上 没有明显的抗拒 他身上的衣服由于之前变小 赚的是同装 现在变回来后 当然都被撑爆了 英勇轻轻拍拍人的后背 事宜继续维持这个姿势 已经过了又一会儿 英勇想起身动一动 但人仍然不愿意起身 继续趴在他的身上 唉 英勇无奈 他想着怎么才能把蝴蝶人叫起来呢 他原本都想直接起来 但又包容着蝴蝶人的任性 继续躺着 另外 人不明白英勇为什么一直想起来 某某有反应 但不好意思说出来啊 最后 还是一容既往的 说些令人生气的话 把人当成了宝宝 要哄得睡觉 重点是 居然还说人年纪不小了 天呐 英勇师兄的求生欲还真是低啊 这种话是能随便说出口的吗 然后又无奈的说道 真是爱撒娇呢 随后唱起了 红小宝宝睡觉的儿歌 人的小宝脾气 已经快憋不住了 都想要打他了 经过之前的事件 英勇顺利回来 人刚刚还趴在 英勇身上意义不舍 现在马上就被他的几句话 挑起了怒火 切得人皮笑肉不叫的 讽刺英勇 福刚先生还是这样令人讨厌呢 正常教训他时 终于察觉到旁边的声音 咔嚓咔嚓 不断的出现 蝴蝶人一脸懵 和英勇一同转头 看向那边的方向 因为刚刚想教训英勇 手指头还戳在英勇的脸上 两个人这暧昧的姿势 被载上的观众看了个正着 他们毫不留情的 拿着手机 相机 还有各种工具 移动狂拍 他们看到的就是这个画面 竟然被现场直播了 照着这个进度 那不是很快就能 洞房花注意了吗 英勇的童装 衣服成宝之后 腹肌都露了出来 加上现在的这个姿势 和之前做的事 人要怎样面对呢 人希望英勇想办法 解决现在的问题 英勇当然觉得没有可能 自己想不出好办法呀 人刷小聪明 先让英勇喜欢自己 结果出了意外 把他变回了小孩子 在众人的压力下 被迫当着大家的面 闻下去解药 英勇变回来之后 就是这个状况 相待会在镜头后 这样报道着 实况主播上身 除了相待会 相当高级的摄影器材之外 其他人也毫不逊色 手机 相机 收音机 反光灯等等 真是五花八门啊 石头五一郎 都拿着大葱当次拍干了 还说让我们两个继续 不用理会他们 这怎么继续的下去啊 任心想 明明之前这是手机 哪里来的摄影器材 英勇和人的想法一致 那就是想逃跑 他们达成共识 要合力离开这个地方 争相行动之时 任突然向一勇抱歉 一勇还没来得及反应时 已经被人的手指按滴 一羊指的威力 令一勇无法行动 可怜的一勇师兄想 哪有你这么道歉的啊 竟然还用自己的小一羊指戳我 憨憨的一勇师兄 哪知道人是另有企图啊 原来 人是为了争取逃跑的时间 才把一勇用一羊指压在地上 然后自己冲出突破窗户逃跑 大家都没想到 人会有这个行动 原本一勇和人是打算合力逃脱 但人因为想起之前所发生的事情 实在是太害羞了 影响到行动 没有多想 只认为把一勇拖慢脚步 他逃脱会更加顺利 所以人带着歉意破窗而出 在心里默默道歉 只能牺牲你了 富刚先生太抱歉了 就这样 人终于逃离了这个让他非常害羞的地方 留下了孤单的富刚一勇 独自面对那么多人的镜头 可怜的一勇 原本打算和人合力逃生 却被人背叛了 终于从指压起身的一勇 看着已经顺利逃脱的人 表示无奈 一勇把他慢慢转向房间内 大家都为了询问 质问一勇而蠢蠢欲动 一勇接下来会迎接一场精神折磨 就这样 我们的一勇师兄终于变回了原来的样子 虽然过程很有点害羞 但是结果还是很好的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作者画的几对可爱的小情侣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